全面战争战锤3作为战锤系列的最终章 预售一经发布就荣登Steam全球销量榜榜首 但这款在M站上排名前三的游戏 在Steam上却获得了62%的好评率 毕竟大家玩了这么多年的游戏 没见过这么离谱的游戏宣发 游戏在发布前通常会邀请一些游戏界的大威视玩 在提高热度的同时还能展示部分游戏玩法 但为了不影响玩家体验都会对时间和内容进行限制 比如马上就要发布的老头环 试玩版仅能游玩6个小时 然而战锤3提供给主播们的特供版 不仅直接把游戏干到了大结局 各种玩法套路也基本被完全开发了 被巨头的普通玩家大不了不玩了 但预购游戏的忠实玩家就真的是破了大方 而开发商CE在面对质疑时不仅没有处理问题 发布的通告中反而充斥着傲慢 有的人不花钱一个月钱就能玩到 有的人花198一周钱就能玩到 而我这个花了298的预购玩家 只能默默的给个差评 再由衷的说一句 我是少饼